超酷的 超酷的 我們今天呢 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非常 日常的 廉價 一日 因為不確定就是會看狀況 然後我們現在 現在要歡迎東北 就是老王的家 吃飯吃我 我做的菜 我們剛剛發生一個緊急座況 我剛剛肚子真的超痛的 這什麼臉啊 而且我剛剛真的是 肚子腳痛 然後我們就臨時在路上 就是開始google 這附近哪裡有加油站 然後 又要在很短的時間內 然後 還有什麼事情啊 但是你讓我想起一件事情 你記得嗎 也是跟 也是跟 有關係耶 那是第一次 就是我覺得 你好有肩膀喔 你知道我在講哪一件事情嗎 大家看我們有沒有默契 就是去吐在車上 我哪有吐在車上 我有吐在車上嗎 就喝醉了然後把它拉拖到下面去吐 不是不是不是這件事情 還有更早之前 好呢 我就是想起來了 在我們剛剛交往的 呃 第二 還是第三天啊 我們是不是就去巴厘島了 然後我們去巴厘島度假 回來的路上呢 我就是 你們知道就是機場進海關之後 我突然肚子開始腳痛 就是你知道 那種就是大概只差 四五個人就輪到我們 換我們可以入關了 但是我肚子痛到我非禮上廁所不可 然後我們就問旁邊的海關人員 他就說 喔 廁所就是在外面啦 你就是出去從排隊就好啦 但後面人超多 我那時候就是 臉色發白 對 你不要打亂我的這個情緒 對 可是你那時候你忘記你的反應了嗎 你就很man的拉著我 然後就出去上廁所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哇 這難的也太果決了吧 因為其實通常到那時候 我自己都覺得很不好意思 就是你知道這四個人 我到底能不能忍下去 可是我肚子又很痛 好 結果呢 最經典的這件事情是 我去上完廁所玩回來呢 我們就重新排隊囉 結果 再發生的一次 等於是說 我們又到 對 而且又是排到 快輪到就是 三四個以後 就會是我們了 好啦 我要講完 然後 第二次 我那時候就想說完蛋囉 我這段戀情大概就是會無疾而終吧 因為肚子痛 然後結果沒有想到 老王還是很果決的 拉著我 又去上廁所 然後我們就再重排一次 是的 這件事情就是總共循環了 三次 然後證明就是 第一個 東西不要亂吃 然後第二個 我那時候就看到 這個男人的 耐心 還有他對身體健康的重視 因為他那時候只跟我講說 沒有關係 就是 如果不舒服 就是以身體為準 然後我就覺得說 這是一個可靠的男人呢 你快點 這是一段屎尿戀情 哈哈 有人說他打對五大海媽媽會做什麼? 你說會做什麼? 嗯 煙雞 還有呢 蘆筍草那個什麼? 白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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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還有花枝丸 哈哈 你是花生醬的服員嗎? 對啊 喔 我們在家清餅 我們家有花生醬 有 沒有 沒有 我快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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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銷還有兩個 好 然後給你帶我去的 畢銷哪有兩個 還有兩個 你要把它放棄掉 你要吃嗎 唉唷 兩隻都來了耶 媽媽妹你要吃什麼 蛋糕 你可以吃蛋糕嗎? 這是古早味蛋糕 喔 他真的瘋狂在聞耶 對 欸 然後 我現在要吃飯 來 往這裡 來 往這裡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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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天心對不對 銀天心你是小時候姨媽沒得到嗎 對 我 銀天心 隔壁 看是不是要讓位給 貓比較大 鱸的嗎 不然露肉太深的 桑包妹 蛤 魚坐比較大的位子耶 我們有小龍蝦 通常要做它多久? 二十到四十分 那我 那我 那真的是我看到我這幾年來 算是最快 而且要真的是把它當健身的那個 欸 你是這個店裡最快的男人 心情的 我們這樣多久了 這可能還要滿新的這種感覺 這才剛開始的一個 好像才剛開始的 哇 你也太厲害了吧 超酷的 太厲害了吧 好厲害 王先生 你在幹嘛 還不錯 為什麼是我自己伸進去 竹北半日遊 從台北的家 遊到竹北的家 我喜歡吃火火做的菜 超好吃的 帶著飽飽的肚子 要回家了 好啦 今天就是我們的 回家一日遊 如果大家也喜歡這樣的生活系列影片的話呢 歡迎留言 然後記得追蹤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訂閱的時候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掰掰